喝牛奶可以变白吗 不能 牛奶一定要早上喝吗 不是 爱长痘的人最好不要喝牛奶吗 对 我发现啊 小朋友在长身体阶段 大家都很重视喝牛奶 但是呢 对于牛奶又有很多认知上的误区 所以啊 今天李妈要把关于牛奶的八大误区 清清楚楚一次讲明白 一 喝牛奶啊 不能变白 因为牛奶中的主要成分是水 蛋白质 脂肪和乳糖 这些啊 并不能促进皮肤美白 二 牛奶啊 不一定要早上喝哦 因为营养的吸收 并不会随着时间变化而变化 痘痘的人啊 的确最好不要喝牛奶 因为牛奶里面有一块成分啊 它会增加皮肤油脂分泌 油脂一多 毛孔就堵住了啊 解决办法呢 适合无糖酸奶 同样可以起到肚胎的作用哦 四 不是所有较牛奶的啊 都是真牛奶 大家一定要仔仔细细的去看配料表哦 一般啊 纯牛奶的配料表里只有深牛乳 如果啊 你们看到第一位是水的 后面还有一长串东西的 那都是没有营养的假牛奶 五 牛奶在一般情况下 不能控制喝 但是乳糖不带顺的宝宝不行哦 六 利乐包装啊 也有好牛奶 真假牛奶呢 主要还是看配料表 不同包装啊 只是改变了保鲜的时间长短而已 七 虽然牛奶很有营养 但是也不能当水喝哦 因为啊 我们的身体吸收不了那么多的钙 一般啊 每天250到300毫升左右就够了 正在长身体的小朋友呢 也可以加到500毫升 八 睡前喝牛奶啊 并不能助眠 如果你晚上容易起立的话 睡前两小时最好不要喝牛奶 好啦 希望今天有关牛奶的分享 对你们有帮助 还有什么想往里妈打 请管问 我会尽快回复哦